其實他幾週 三十八週 都是在說 優待他的驚人和媳婦的事情 不過我對建文的一半 第十五週開始來講 如果你們一看就嚇一跳 建文一開始說 優待看到他 兩座是穿衣 想要穿衣 還沒有交代前面發生什麼事 想說這個媳婦怎麼會去做穿衣 不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依是什麼 建文親簽署說 這個依就是他的媳婦 這個情形是一種調皮情形 就是說 上帝知道 他的媳婦知道 憲政的作者知道 還有他憲政的爛也知道 只有優待 他本人不知道 這個終極是什麼 是他的媳婦 這如果換作是台灣八點檔 創世紀三十八章的名簽 很可能會被命名為什麼 金氏媳婦吧 其實我沒有看那一部片 不過那個民視跟三里 我就很喜歡去探訪老人家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看一點 但實際上我其實沒有從頭看到 因為有點太農場 好 現在我們如果是用現金台灣社會的土地觀 可以說來看 我相信我們會很困難去理解和接受 在這種的圣經裡面所說的整個事 第一 其實在優待他的媳婦 比較頭前的地方 三里八章一開始 有說 優待他的母子生大小 跟他的母子生大小 中文是俄 中文是俄 因為 聖經沒有解說俄 做什麼事情 不過他就很簡單 說 相對看他做的事情 做的壞 所以就把他什麼 擊殺 聖經只有簡單交代 但是沒有跟我們說 他的大小做什麼壞的事情 接著來就在優待的經文裡面 聖經的作者在頭前也有解釋說 在京東的文化裡面 你若是個個 如果是貴心 沒有後代 你就二兒子要負責幫大哥再生一個 就可以傳承 傳宗接代 這個幕墊在三里八章的經文 之前說 那個時代的文化 有這個設計 是因為要幫他繼承財產 家產 還有很多 所以他的二兒子 二男 五男 他就願意來負擔這個證人 但是在聖經的經文裡面 那個故事的廟下是說 他跟阿瑟同訪的時候 他行了那個 信愛之樂 但是卻不承擔 卻不負責任 就把他的經義 體外射精 我講的比較明白一點 他就是不幫哥哥傳宗接代 那他整個簡單講就是 他不想要幫哥哥什麼 不想幫他繼承 不想幫他留後繼承財產 因為繼承財產 就會分到他的什麼 就分到他的分業 他的部分就會怎麼樣 對啊 不然對爸爸媽媽生三個 我減一個對手 到時候就拿一半這樣子 其實在聖經裡面 講的這些對我們台灣現在的社會來講 我們很難想像對不對 這個當中有三件事情 我把它整理出來 有三件事 我相信現在的現代社會 現在台灣的教會 我們也很惡地接受 由大家因為大小孩的死 所以要媳婦跟她的第一位後生同仿生後代 第二件事 媳婦因為她自己的母子死去之後 她扶桑禮的時間過了 所以她就立著安慰 她就要去找聖經來解決她心理上的需要 生理上的需要 第三件事 她的媳婦打罵 雞斑做聖經 跟她的阿公 跟她的打罵 阿公的社會 打罵同仿 從她得子 我們如果是用自己的社會文化 或是我們的教友 台灣的教友 來理解這大圣經 其實我們真的很困難 連別兄弟的目標在打罵 我們會很難明白 上帝為什麼要記載這個 不過對我剛剛這麼直白的 跟我們兄弟姊妹的分享 那時候的人民的生活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歸納起來 優待在於中東那時候的文化 跟於人民生活的方式 大致上是長這個樣子 在聖經的歸納裡面 就是未經清流後的習俗 這是優待時代 在創世紀的時代 不只是他小的人 要這樣去傳宗接代 因為當時創世紀 上帝都創著這個世界時 那時候人丁稀少 所以人類生疾 上帝還是說 那個時代的人類上大歡呼 就是要怎麼樣 生養眾多 所以你若是富製 或是說富路不生 或是富製沒有後代 那就是在他們的文化跟社會看起來 那就是怎樣 有多的人 還是有病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的台灣社會不會這樣理解 我現在要歸納說是優待 那個時代文化 那這個習俗 在那時候有它的必要性 因為在早期人類 不管要求資源 還是要求水源 都是瓦克什麼 武力啊 什麼人的 滾頭 應該是滾頭嘛 拳頭 滾頭部 這個地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 這個水井就是什麼 歸我所有 就是我說的 你可以喝兩杯水 你就只可以喝兩杯水 那你如果再給我滾頭 我就怎樣 我就可以攻擊你 所以在優待那個時代 有很多的戰爭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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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民間的生活的方式 和各種各種 他們就會放在為了人類 為了他們的種族 要龐大 要有管理 所以他們有這種的設計 不過在那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要求 年輕人的瓜夫 如果是他們的紅菜 如果是過身 或是因為戰爭 或是因為破壁 來釋棄他的紅菜 他們可以溫順 在法律上面 可以溫順瓜夫 扶桑了 桑禮辦完之後 讓他緊緊結婚 讓他堂放他回去 讓他緊緊結婚 因為瓜夫沒有 在優待那個時代 沒有分到遺產的權利 所以整個社會 整個法律要特別來照顧 這些高級瓜夫 所以我們在猶太郎的 陸法上面 我們來看到 照顧 高級瓜夫的規範 路德寺 我們也會看到 法律可以特別 我們尊人去 邀請購買 10歲 米勒畫了一個很有名的10歲 他是在歡迎 一個信用 保護 保護 這些福利 在那當時 沒有因為 沒有管理 沒有災散 沒有什麼 來邀請 也沒有在 這些社會 生存的需要 來讓他們 欠貴 第三點 我們可以看到 對猶太的 猶太的 歡迎 猶太的反應 我們可以看到 那時候的社會 跟我們現在 有一個地方一樣 就是 對男女 都有雙重標準 抱歉 我這樣說 太過敵 當然不是說 所有的人都這樣 那時候的社會 對男女 就得的雙重相見標準 我不會用 我們現在的視角去說 猶太他自己有需要 都可以去找長期 來解決 不是 我是說 雙重標準是說 他沒有照顧 那時候 他社會的社會 的規範 要積極 替他的怕事 留好 他也看說 哎呦 我的媽呀 這個媳婦 如果放在台灣的社會 就會說 這個是可行 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大家會開玩笑 然後都會嘲笑 那個什麼 嘲笑那個 女生 就如果客死 丈夫都叫什麼 掃把星 對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國小的時候 大家就會用這個詞語 詞會在 在 互相開玩笑 互相攻擊 女生 對於 對於我們台灣的社會來看 看那頭髮 就覺得他是掃把星 所以有大家覺得 最初一個小孩就死了 他會怕嗎 哇這個如果在客死那怎麼辦 就要再去找母 定性來 沒有 所以他當然 出於人性 對於人的 歡樂 裡面 他做這種 決定 先叫他媳婦 離我們家遠一點 所以 所以 在金門的廟下 裡面 他也沒有在顧 媳婦在家庭 還是在社會上面 一些人社會上面的管理 對於他應該要有的照顧 但是呢 當他聽到他的媳婦 有新的事 他抓著 他就直接抓著 他不守附道 所以騎在他男生的觀點來說 他看到 我的媳婦 對我家不忠 不忠不義 又欺騙 不守附道 這是他的看法的標準 但是 真是 他媽的角度 他其實 其實 這個故事裡面 為他 關心 他的第一任老公 二 有沒有在以色列 得到 產業的人 他是為他 關心 優待家庭 的男生 的這個女人 先嚴重 這個故事 那是用 就在標準 來看 放在這個內裏 放在三十八千 因為三十七千 到三十九千 都在說 有色的事情 先嚴重 就在標準 怎麼看 都不標準的故事 把它放在這裡 是要叫我們看什麼 這個故事怎麼看 從男性的角度看 從女性的角度看 怎麼看都不政治正確 這個故事 我們如果是真的要尋找 每一個面下 我們都要看 要分析 其實有很多 可以來關心 但是 他的墓墊 不是要叫 猶太人 自己去土土 走著做 不是叫我們說 你若是媳婦 你的大姐大姐 對你 不義的時候 你就這樣 不是 聖經的重點 不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若是說 是要叫我們照著做 如果是要批判 他媽作為 去做長寂 去欺騙 或者是 猶太的不義 或者是私信 如果這樣 故事第一天 三十八千 二十四十 他怎麼說 又六過三月日 有人跟猶太說 你的媳婦 太罵罪 穿基 又因為怕他們 所以有信仰 猶太說 把他拖出來修 把他拖出來修 所以說 如果 如果 聖經的作者 要我們 用道德批判 那這故事 我想他會 停在這個地方 就把他修 這樣 所有的行為 所有的意義 就在那個 把他拖出來 制死他 就結束了 我相信 無論是什麼樣的性別 在今日 無論你是什麼樣的性別 無論你是 或是女婦 或是女婦 你在今日的台灣社會 要在你 吃醉這個故事 裏面 做一個角色 所做的事情 我相信你跟我 都會有 身心靈的創傷吧 會吧 我做大 我做媳婦 我做媳婦 我相信 這不是一個 簡單的事情 但我也相信 這不是圣經的作者 要我們去 走著做 今天這個故事 無論是 當時的世界 或是在現今 現代社會 其實都可以選擇 做一個 流行的譚罵 的適形 在過去的時代 或在現今 其實如果 我們都用 以為我們所學習的 道德標準 其實他嘛 在過去的時代 跟在現在 他都可以被判死刑 如果 我這句話 我剛才說的那句話 是成立的話 那就表示 就是定義公義的權利 是在另一個性別身上 如果定義什麼叫做公義 是只有在 沒有人的心中 如果定義公義的管理 是在文化改善者的心中 如果這樣 無論為到什麼目的 來做上級的譚罵 在生存上面 在社會管理的上面 他都已經去讓人看死刑 這個死刑 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個不一樣的發展 一位有管理的組長 尤大是雅各的後代 以色列十二組長之一 甚至是耶穌的祖先 在這個有管理的組長 他用他的管理 重新定義了這樣的一個事件 在那個文化和那個時代 讓這個義 那個時候在說的那個義 他比我比較有義的那個義 有一個不一樣新的意思出現了 那當時的義 我稍微看跳出來解釋一下 那個義 在一些人的文化和信用和法律上面 他的意思是說 在法庭上 義就是指 你沒有犯被控訴的罪 義這個事 用在一些人的文化 或是說要定義一個人 有義還是沒有義 就是說 他沒有做在法律上面 去讓人起訴的罪 不知道我這樣說有清楚嗎 是有一點饒舌啦 就是你沒有做別人告你的罪 那個義的意思 放在這個地方 或是說放在我們現金 就是都可以這樣來解釋 不過 這個概念 如果是放在一個沒有管理人的心中 這個義 如果是一個規定 那那個義是別人說了算的規定 那那個義 並不是大家 一般人所渴望的那個想像 是純粹的 是可以完全相信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 這個義是窮滿人的暗子 是充滿著人的計算 那是會讓人失去陌亡的 如果這個義的解釋 是在文化解釋者的身上 解釋義這件事是在文化解釋者的身上 比較有管理的人 可以解釋 我如果說比較簡單 是有管理的人 社會人頂的人 這麼可以解釋他的話 那這樣這個義 就沒辦法 這麼做所有的人會陌亡 不知道你們有 真懂 就是如果你在職場上 就是你老闆說了算 不是對錯的問題 是因為他權力比你大 如果是在社會上 如果是男性說了算 那可能不是因為對錯的問題 而是因為他是男性 所以他說了算 那這樣這個義 如果是這樣子被定義的話 就沒辦法吃醉 所有人會陌亡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當時的談判 看明明 他所在文化的處境跟他的困難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來講話 這個是我的語言 我這樣雖然有很多學者 是說社會道德 總是要把聖經的表達要解釋一番 會有很多批評 說應該還有其他做法 還是怎樣 不過對四五千年了後的我們來看 我認為他選擇用他的方式來講話 簡單來說 如果是那時候 遵守他們的社會規範 有可能他媽就不用做聖經的方式來突顯這個家庭的不義 我覺得這個是好話 所以我覺得他媽用他自己的方式來講話 不過在這裡 優待 做一個會議 我是覺得 每天我們來學習到思考 因為他媽用這種方式來講話的時候 講出優待 他自己實行在這個媳婦的上面 所以當他說 他比我比較有疑的時候 他是對這件事 對這個媳婦 對這個社會來講這個事 但是要還給他一個公道 而不是用我的媳婦當了妓女懷孕 不守復道的理由來定他死罪 其實他是一個家庭裡面 在他社會的族群裡面 組長裡面 很有管理的人 他如果要堅持用不守復道來定他死罪 所以就青春一堆二十四十 後面這樣說 把他拆出來燒 可不可以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他這真的是蠻激烈 因為如果是照他社會的律法來講 怕肝癮的人 無論是藍風或是魯風 拆出來用酒頭 怎樣 但是他這樣說 把他拆出來燒 他已經用到了 是祭司的女兒的那種 范菁瑩的等級 那種憤怒 所以 當他自己在這裡說 還給我的媳婦一個公道吧 這個 在我來看 是不容易的事 因為 在我生長的環境裡面 在台灣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模範 是最多有管理的既得利益者 通常不會選頂 他有台所做的事情 常常有權利的既得利益者 不太會 我不能說完全 但大部分不會選擇 尤大所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死鴨子嘴硬 不要生人就好 不然就是摔過 把這個人去殺 沒辦法替自己講話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 有一個路線 用他的使命來證明 表達出對這個疑的願望 當然 這個故事的結果 是這個有管理的家長 尤大 他自己親心 經歷到一個羞愧的過程 然後 抱歉的過程 他也用他的嘴 他親嘴 用這個管理 向他 並且他的時代 定性 價值 他的來源 意的內容 他重新給了他 不一樣的看見 給了這個意 真正的公益 所以對我來說 在這個故事裡面 管理和公益 是有兩個性別 在社會上面 兩種不一樣地位的人 共同描繪出來的新圖像 我再說一次 在這個故事裡面 才我看來 管理和公益 是有兩個性別 兩個不同社會地位的人 一起把它描繪出來 這個意 定義 由大家實行 這個意 反給他嘛 一個公道 這個意 讓人確實 不再用 我知道的行為 來標籤道德 這句話 比我更有意 讓我們不一樣 會相相理解 這句話 對由大家說出來 說出來 表示人 其實可以面對自己的策略 不管他是男生或女生 人可以 不用再為到自己的事情 找價格 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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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還給 關心他兒子留後的女人 一個公道 今天 是父母主義 台灣 還是在教會街 我們有願意 和不一樣的性別 還是在社會上面 不一樣的地位的人 做會來形塑 這個社會嘛 我們有意識去感受到 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多種不一樣的性別的人 就想到很困難 放在我們的中間 甚至 很困難 放在人的中間 如果 這個主義 在台灣 基督中的教會 每一年 都一直存在 如果標示 如果這樣就標示 基督中 我們要有多多 要不然 你很了解的事情 這個主義 就會一直這麼多 台灣基督中的教會 對自己的提前 特別是跟管理有關的事情 特別是跟性別有關的事情 很多時候 也有很多可能就是 我們沒有了解一個 我們不熟悉的世界 我們在說世界的時候 都覺得 有有有 我們一起 搭交通工具捷運嘛 台北知道啊 然後吃素食 找麥當勞跟肯德基啊 這樣說的世界 通常都是這個公共空間 但是 有 憲憲在這裡 是要提醒我們 有很多的世界 是我們要不熟悉 有可能 那個世界就是你安靜那個人 有可能那個世界 是跟你結婚大半輩子的人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個世界 是在橫橫的地方 上台創造 醫師名的美好 但是你要不 聽過 要不看過 要不見面 的世界 上台創造本地是豐富的 啊 有一些教會 如果是在聖經裡面 看到 跟性有關的 跟性別有關的 通常就會說 就是我們的行為 讓這個世界墮落 有聽過嗎 就是我們的行為 讓這個世界墮落 但是我在這裡 再拉出來 提醒一下 雖然不是我今天講到重點 創世紀的表達是 關火上台創造關火 本地是美好 墮落其實是 審判世界的結果 人的墮落 在各個面向上 是結果 不是因為 我們的行為 讓世界墮落 這是兩者 無同樣的概念 我如果要這樣說 意思就是說 共調墮落 並沒有法度 讓我們更好 但是我們如果是因為 性間的提倡 你知道我們已經 在墮落的世界裡面 如果這樣 我們要找的是 努力的方向 才可以帶大來陌亡 好 性別差異 性別差異 不好意思 我的台語還要在進步 性別差異 性別 最多款的 不一樣 在台灣 我覺得這裡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在這裡 尚未用一個小小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從小時候開始 幼稚園應該出生的時候吧 我就是跟台灣的野台文化 就是在政治 如果是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是整個會 我媽媽和爸爸 因為我爸爸要站在台上 在那裡來選舉 要演講 我就是聽到大講 就算我們隔天要斷口 我爸媽都說 那個就是你平常就要準備好 不是前一天才準備 關心政治的事情 是只有這一次 所以就是聽完演講完之後 我們再回家念書 在我國小的時候 我跟我姐就是 期待就是買香腸 然後因為就跟媽媽 就在旁邊 然後就邊吃 然後邊看 邊聽每一個那個講者 這樣子 我記得每次當我爸 要唱台演講的時候 我都會經常聽 他有一件事 他常常在提醒 台下的那個聽眾 我記得印象很深 就很深刻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這個小小的故事 他在台下店 有一次 其實後來就變很多次 他跟民眾在分享 很多人都跟他說 沒有輸了 台灣沒救了 因為關心政治的人沒多 特別是家裡那個十五人 我沒有性別 其實這個是我小時候 真實的經驗 特別是家裡那個十五人 結果 我爸就問是怎樣 他說 民眾就會跟牧師說 因為投票之後 特別是選舉投票之後 我回去都會跟我們沒完結 原因是什麼 因為常常兩個人投出來的票 怎麼樣 還不太一樣這樣子 結果我爸就問他 就問這個 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要帶太太 做回來聽演講呢 結果通常 這些人民 這些男性都會說 我們演講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參與過 通常演講的時候 時間都是定在什麼時間 晚上七點 欸 嘉賓姐你是常客對不對 晚上七點 好 那時候你的標誌 你就是要吃飯了 好 我這個講的經驗是沒錯的 對吧 因為我們是這樣聽來的 他說 那人先來跟我們爸說 沒說 因為那時候 要關七點 要聽演講 所以就要進行 就要關吃飯 吃飯之後 十五人要怎樣 洗碗 洗碗 就是出來拼出來 就好 所以我代表很好 出來聽這樣就好 那時候是關你的人 更了解政敵 如果是你的因為 你的太太 在這個時間 需要在家裡洗碗 這樣你敢不可以做花洗 做花洗之後 怎樣 做花出來聽 做花來了解 台灣的政敵 有道理吧 有 然後聽到這個 我就邊吃香腸 哇 老爸你真的是太帥 那時候雖然微財國小而已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自己印象中 譬如說 我回去看相片 都會拍相 很多 早期在關心 台灣政敵 都是男性 比較多 不過這個文化 感謝兄弟 今年已經有很多 不一樣性別的人 做出來關心 所以 康博師 我爸爸 他說 我們應該變相 在關心政治的時候 有機會去聽演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 就要另外一半 做花出來了解 不是 等到你要投票的時候 這麼變你的感覺 還有看長相 我覺得 我可以感受到 男性 在投票的時候 因為女性看長相 的那個憤怒 因為每次在看開笑的時候 我爸爸說 哼 他只是長得帥 可是長得帥 有用嗎 然後我想說 這是人家的理由 你管那麼多 幹嘛 特別馬英九選舉的時候 這個 我是政治觀察 我是政治觀察 我個人沒有偏見 我是說 我的政治觀察 我聽到很多男性 都會這樣 一直洗 不可以憑感覺 跟平常下來投票 而是應該要有平常的關心 檢查那個時候 大家聽到 有一個沒想到 很厲害 在台上這樣說 大家笑一笑就過 不過我感覺 那時候的體制到搖槍 也是多少 多少有帶來一些 台灣文化 關心政治文化 一個小小的影響吧 其實在這裡 一個結論 一個有關 有世 有權勢的人 在今天的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有權勢的人 他其實可以讓一種規定 成為一種歧視 成為一種壓迫 但也有可能 讓規定 成為一種恩典 不知我們會 怎麼看 看我們自己的身份 和管理 你敢是在亞洲基督 會救我們裡面 看自己是一個有管理 有影響來的 如果是有 不論你在社會上面 在什麼樣的角色裡面 在什麼樣的地位 在你的家裡 裡面是什麼樣的活動 我們都可以看自己 對上帝那些 領袖的問題 我們可以讓幫助 讓規矩 不是歧視 而是恩典 今天我們願意用多少的 開來來 自我提醒的 肯定教會 正在這位 改變文化 不簡單 因為 那是感受到 要改變你的習慣 改變文化 是從改變習慣開始 其實改變習慣很痛苦 但是感謝主 相信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鼓勵我們 一點一點去調整 有一天 我們外面看自己的生命 是生長的 是在文電裡面 跌跌撞撞的長大 對於有帶到他媽的故事 我們看到 當兩種不同的性別 作為民對 一樣的社會的文化 跟法律的時候 雖然不是馬上即可改變 但是卻成為一個典範 來祝福 所有 看到這段故事的人 我們兄弟也輸了 我們 教會 真正在台灣社會 祝福 我們走回來去走 在文化中 工作的兄弟 叫你幫助我 有一個願意 是有提醒的心 也有一個願意 讓台灣社會 更有公義的態度 叫我知道 我們都是有管理 影響四十歲的人 特別是我們自己 性別 是你創造的水 我願意 在自己跟 不一樣的性別 還是不一樣的人的心情 我們兄弟來發誓 求你幫助我 給最尊重 不僅是尊重 我們所認識 所了解的人 和祖父 又幫助我 可以願意去尊重 我們所沒有認識 也沒有了解的人 和祖父 當我們這樣走的時候 求你去尊重 我一個更親切 最抵抗的地方 願你的祭祀 兄弟 讓你拐命和贏助 感謝祈禱 是從科学所祈禱 聖名還求 阿門